第406集 强强强的 黑雾汹涌 铁衣闪束 各种兵器交击生死大搏杀 因兵战力强大 上百名修士线路包围圈内竟挡不住 铁戈所向 逐多武器被打裂血化绽放 因兵一冲而过 兵封所向 上百人称为肉泥 似于非命 当然 在这个过程中也有不少阴兵被斩杀 化成黑色的武器 消散在天空中 无量天尊 慈悲道号 如大道轮音响彻天际 那座普世无华 完全有青石堆砌而成的古道观 出现在大木上空 无量天尊 这四个字不断的响起 如海啸连天 弘打而正气 道一圣地的人出手了 以无上大道妙法 镇压这些兄弟的阴兵 为首的 是一个少女道士 声音 如天籁神曲 非常动听 悠扬悦耳 天地中 到处都是这种声音 那座古道观 一处一道道 如涟漪 引波如水 流淌向四面八方 很多人都安静了下来 而数千阴兵阴马 在少女道士的天籁声音下 都开始虚担 惶恐地冲向地面 想要逃回地宫中 无量天尊 少女道士动听的 天音字字清晰 如珠玉落地 在大天底下回响 阴兵必无可避 飞快虚化而后 成为雾气 不过片刻间 数千人马 消失了大半 天音如水 洗地十方 兵马随风而散 当动人的声音消失 所有阴兵全都不见 连这片虚空都被净化了 一片清凝 星月闪烁 很多人倒吸冷气 而后忍不住佩服 道一圣地的人 果然收断高雅与神庙 那个少女道士 以仙音净化数千阴灵 让人惊叹 段德点头 道一圣地的小稻谷 果然非凡 即将未来的神王 你生的真不是时候啊 本应无敌东荒 但现在 却多了数位可应风者 坏道士 你不要山风点火 姬子月给了他一个大大的白眼 道长 我们两个是退还是留下来 叶凡问道 咱们是穷二代 跟这些圣地出来的弟子比不了 本应就此退走 但是现在情况 有些不同啊 诸圣地来了这么多人 且地下的古灵非同小可 我们是否可以浑水摸鱼 不错 不用急着走 段德申表同意 姚夕 姬子月 姬浩月 有些无言 这俩人根本就不背着他们 就这样大模大样的讨论 当然 这俩人各怀鬼胎 肯定不是真正的相伤 咚咚咚的 弟弟身处 沉闷的鼓声再次响起 阴气涌出如滚滚狼烟 一下子就遮住了星月 漆黑如大洋 很显然 阴兵阴马又将杀出 地表上诸多修士变色 地下的大木很凶 阴灵斩之不济 自启动来 光滑要空 一座缥缈的仙雀飞到大木上方 紫滑洒落 惺惺点点 沿着木道冲了进去 鲜月真正 上方的宫阙 如仙界楼阁 幽远而梦幻 显得很不真实 自其浮动 祥和无比 为极锐圣诏 克制阴气 最为合适不过了 如水的紫光 将那狼烟般的阴气 湮灭 紫府的人动手了 是一个人出手 还是诸多年轻弟子 在进化 短得仰望紫色鲜雀 若是一个人出手 真的很不简单 但很有可能 确实如此 紫气消失 大幕平静了下来 显然 下方的主宰者 知道上方的人 不好对付 没有再强势地 派出人马 很不妙啊 我预感下方有 不可对抗的东西 短得皱起了眉头 这时 一艘数百丈的 黄金骨船飞来 横在孔中 迅烂夺目 一道剑芒劈下 让大帝 一下子崩裂了 大言圣地的人出手了 蒸蒸蒸的 剑气如龙 粗打如山 贯冲天上地下 凌冽杀意 让人惊悚 许多人忍不住颤抖 强大的剑意 摧苦拉朽 切裂大帝 没有什么可以挡住 不少人 级别远远观望 都忍受不了 如天乏杀迹 斗转星移 寒到人的骨子里 面对这样的剑芒 迫使人想要顶礼跪拜 大眼圣剑 果然逆天 达到极致静静 将斩断一气 引画周天小事迹 实力强大 震慑人心 让人惊叹 神王体 机号悦意点头 时间不长 大地被抛开 土层被斩去数百米高 神秘的大墓 将要裸露在世人眼前 枪枪枪的 如真龙的剑芒 劈的大地 剧烈抖动 剑芒 遇到了阻挡 数百丈长的 黄金古战船 飞走 打掩圣地的人收手 这是一个大裂骨 古灵出现 下方是一个巨大的地宫 并非通常意义上的灵气 如一座古城 露出一较宏伟的城门 陷入在世人眼前 一万多年前的地宫 坚不可摧 完好如初 毫无疑问 可有玄傲的刀纹 使它不朽 保存至今 那对巨大的古城门 本来扮演 一缕缕的黑雾冒出 此刻忽然 哐的一声闭合了 与外界隔绝 神族的九密 让我来看看 有什么特别之处 何以惊天下 矜持小鹏鹏长笑 第一个行动起来 发现一道金光 降落在大裂骨下 站在地宫石门前 轰的一声 在他的手中 显化出一把漆黑如墨的兵器 沉重如山 将许空都压得塌陷了 当他轮动起来时 许空嗡嗡的颤抖 金氏小鹏王持大荒急 将帝宫的大门打得震天象 坚不可摧的城门 竟然军裂了 不朽的帝宫 也承受不起这样的冲击 城门裂门增多 上方 所有人都目瞪口呆 这个天鹏族的小王者 神力惊世 大炎圣剑 方才都没有应斩 他却生生的砸裂了 大炎 金氏小鹏王 轮动大慌 第三次披落下时 黑色的胸脊 压得虚空摇动 那对巨大的城门 被他砸得 轰隆一声 崩碎了 他永利无双 很难想象 到底有多么强大的战力 可谓 力拔山西 弃盖世 突然 洪水滔天般的声音传来 数不尽的阴兵阴马 从地宫中冲出 向着金氏小鹏王杀去 就凭你们 也想杀我 他独立城门前 持黑色的大荒 解而立大喝道 十万八千剑 就在这一刻 成千上万道金光发出 数以万计的金色大剑 震动天上地下 这是无差别的攻杀 摧毁一切阻挡 整整整的 十万八千剑启动 冲杀过来的所有阴兵阴马 都被斩杀了 唯有他独立场中央 金翅小鹏王身材雄减 一缕缕的金法 无风自动 凌乱飞舞 像是金色的烈羊 在闪耀 他的毛子 非常灵力 如天剑出鞘 射出的光芒 让人心急 神族的九蜜 我先拿来看一看 他一声大吓 冲进了地宫中 不好 千万不要被妖族得到 上方的修士赫瀚 全都行动起来 杀向地宫内 阴兵不决 想要进城 只能杀出一条阴路 没有别的办法 朱强开刀 杀在了最前面 江家的神体 留下一道残影 一闪而没 消失在了城门内 摇光圣子 圣光耀眼万发不亲 如一尊神炉一般 神眼滔天杀入城中 接着大炎圣体 万厨圣地 资福圣地 道医圣地 全都有人降临 一闪而没 进入了地宫内 本集已经播剧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投驼渊 讲故事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